洪台過後 台南的沿海地區 不管是北門 七戸 甚至是四昆星 都可以看到某某的海洋飛機物 將沙灘降到某某 台東是寶特瓶 保麗龍 柯架町 將原本美麗海化山變了一樣 颱風過後 我們的海添其實是更糟糕 因為5號颱風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吹東南風 所以它把很多過去我們比較 零散在一些地方的全部都聚集來 所以這一次之後我們發現 在四昆森北邊安平港南堤這裡 還有包括像溪谷溪湖北堤 最北邊那邊 還有那個王子寮山 還有北門溪湖的最北端北堤那邊 都聚集非常大量的垃圾 台南社區台下調查發現 杜蘇瑞來勢正前 因為西南氣流帶來大河 西邊海洋就落石有本所漂來 你在洪台過後經過嚴重 台南市的海洋山長達68公里 從北九南差不多都有這種情形 台南市環保局的統計 由七月一號資金 總共清理出290公里的海洋飛機物 這次颱風前後 打了很多的海漂垃圾到沙灘上 那環貿局第一時間也通知 所有的權責單位必須來加強清理 那7月1號統計到目前為止 總共清除有200多公噸的海漂垃圾 那主要是以柯架保利龍 保特平居多 那環保局也通知開口契約 來協力清除整個海漂垃圾 那未來會以空拍的方式 來監督所有的群責單位 或者是否完成清理 台南市的海漂垃圾長達了18公里 等分手11個單位管理 市府環保局 剛才這支動員能力一起機構 拼造整理環境 和燈車國單位 情緒將觀哲窟清理乾淨 記者中設議 蔡鳳佛德